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 石油是人类最主要的能源之一 也是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 根据2017年 世界能源统计连件数据显示 地球目前以太平的石油储量 只够人类使用50.2年 虽然未太平的石油资源 未加入统计 海洋中还有大量的油气资源 等待人类开发 但是石油是不可再生的 石油开采出来之后 88%用来做燃料 剩余的用作化工原料 包括橡胶 逆清 塑料 服装等等 虽说科学家一直在通过开发新的能源 包括核能 氢能源 电能等等 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但是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 石油不可再生的特性 研究表明 石油的生成至少需要200万年的时间 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石油 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 大量植物和动物死亡后 身体的有机物质不断地分解 堆积加厚 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形成 石油一旦枯竭 燃油汽车将直接被淘汰 成千上万种 以石油为原材料加工的产品 将离开人类 这将直接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 总有一天 它会离开我们 更多精彩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